朋友早餐爱吃面包 必须首选印度工厂生产的面包 虽然制作过程略显糟糕 但成品的模样实在是没得挑 吃完这份面包 去茅房的路上边跑边飙 我建议你最好别吃 但一定要请朋友吃 面包制作窝点 位于印度吃完旧川西乡村 老哥先往泡澡盆里倒入大量面粉 加入一大盆白砂糖后捏入酵母 注入横河原浆 洗洗右手 继续往盆中加入三杯一四克食用油 便可上手开始搅拌 老哥双手伸进面粉中进行搅拌 而随机脱落的手毛 成了面包里搅不断的肉松 倒入大量清油继续翻拌 直至面团光滑便可静止发酵 一小时候再从洗澡盆中将面团捞出 全部摔在操作台上 当操作台布满面团 便可往里倒入白砂糖 几位小哥同时进行揉面 在老哥们的一推一嗓间 面团不断来回接触着包浆墙壁 是百年老店留下来的印记 接着从面团中间扒开一个口子 往里倒入浑浊的一四克食用油 洒入干面粉到石油中 上手进行搅拌搅拌 继续进行揉面 揉至面团光滑后 便可将面团转移至墙角 洒上一些干面粉 开始将面团分割成同样重量的小面团 接着浇由另一位小哥搓成长条 再滚上一些白芝麻 最后将其放入包浆模具中存放 面团在模具中发酵至一倍大 再将其拿到地板上 将其用手按压铺平 每个面团的表面都带有小哥的指纹 以便监管人员前来检查 通过指纹而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面团准备好 便可将骨法烤炉进行点火 炉子烧热后 便可将一个个乘有面团的模具 送入炉中烘烤 15分钟后便可取出 放在地板上错开摆放进行散热 面包冷却后便可将其放入切割机中 切成小块 再平铺在漆黑的包浆烤牌上 再次送入烤炉中进行烘烤 烤至金黄酥脆便可取出亮亮 最后由包装组进行打包装袋 放到露天橱窗 等待受害者上购 你可以不知 但一定要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